牙口不健康 居然会以防全身健康危机 口腔里面的细菌 它会随着血液循环 跑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久而久之呢 就会产生像是 心脏病啊 或是高血压 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疾病 最后一个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跑到 靠近大脑的地方 进而去伤害到 这边的神经组织 慢慢的就会让大脑退化 严重的话 就会形成失纪症 大家好 我们是亚风 欢迎收看 乐活So Much 乐活So Easy 观众朋友 今天好像特别来关心 我们的牙齿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高危险的族群 是落在50到64岁 而其中的台湾人 9成以上都有牙周病的一个风险 那同时呢 可能有5成都很严重了 那如果说你是落在这个高危险族群 这个年纪刚提到 就是50到64岁 你比这个年轻人 罹患牙周病又高于6.7倍 哇 这挺可怕的 那你觉得说牙周病好 既然是病那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跟我们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了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甚至大家现在很害怕 失智 通通都跟他有关系 可是你就会问说 我每天都有认真刷牙 那为什么我还是逃不过 这牙周病的魔爪呢 好 问题 今天我们就要请专家来 帮我们医医来破解 那么保护我们的牙齿 好 首先欢迎我们牙医师 是李嘉峻牙医师 欢迎牙医师 谢谢 好 欢迎我们的保健达人 小树老师 欢迎小树老师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李医师好 好 您是否有一口的好牙呢 还是说你常常都踩到这个地雷 为什么这些习惯 会让我们牙齿的健康 是美下欲况呢 我这边分享一个 我周边的一个朋友 他40岁 我觉得他的牙齿呢 其实是老天爷有眷顾 因为上面的这五项呢 因为他是男性 除了最后一项没有植物 其他的几乎他都种了 只是冰郎他吃的比较少一点 那我为什么说 他老天爷特别眷顾呢 是因为他到了三十几岁 他的牙齿比我还要好 但是呢慢慢的 随着年纪的增加呢 他如果清洁的状况 越来越不好 他的牙齦已经开始逐渐萎缩了 你说40岁嘛 对 对 所以他去给牙医师 诊断了之后呢 牙医师有跟他讲说 如果你再不好好的清洁 那牙齦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那我就觉得呢 我是这个 老天爷比较不眷顾的 其实上面的雷呢 我几乎没有什么踩 然后我也每天都很认真的去刷牙 但是呢 我的牙齿的状况 其实非常的不好 补牙啦 根管治疗啦 做牙套啦 牙桥啦 植牙 其实我都有 那这个我觉得从小呢 跟我爸爸牙齿不好 我觉得可能我怪一点点我爸爸 我觉得遗传呢 也帮了我一点 所以这个遗传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的牙齿就没有那么的 先天就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外加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呢 对于牙齿的保健照顾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现在我就很严格的 带我小孩每半年 一定要去做一次牙齿的健康检查 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呢 做得更彻底一点 刚刚小树老师有提到说 他的牙齿呢 感觉到不是那么样的好 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 我们这边所列并没有遗传了 那我们就请家军医师 帮我们解惑一下 这边列的这些习惯呢 都是会让牙齿变得不好的习惯 那第一个呢 抽烟和吃槟榔 目前呢 是有研究统计 抽烟的患者呢 罹患牙周病的比率 是没有抽烟患者的2到8倍 非常的高 对那如果同时 抽烟又吃槟榔的话 因为长期会有对口腔的 比较大的刺激 那甚至呢 可能会造成口腔黏膜 产生一些恶性的病变 产生口腔癌 那台湾 有口腔癌的患者里面 有高达9成都有吃槟榔的习惯 那再来就是酒 碳酸饮料 还有茶 咖啡这些 这些是有含酸性的食物 那或是含高丹宁的食物 这些食物呢 它会比较容易伤害法郎值 那 法郎值呢 它上面就会产生一些脱钙的现象 那而且如果说这个患者 他嘴巴里面又有含 比较多的放线菌的话 也会容易造成牙齿的染色 牙齿本来白色的会变得越来越黄 或是黑黑的不好看 对那再来 第三个部分呢 爱咬硬的食物 现代的人啊 普遍 这个生活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就会在潜意识里面 会需要一些 输压的管道 对那在吃饭的时候呢 很多患者 他都会很喜欢咬一些很硬的食物 像是冰块啊 或是软骨类啊 他去考验他的牙齿吗 他会有一个快感 然后会想要一直咬一直咬 对但是呢 亲爱的各位 拜托绝对不要这样做 牙齿他 求救 他有可能会断力 对 那如果说裂到神经去的话 变得要抽神经 如果他更进一步裂到牙根去的话呢 他就会有牙周的破坏 产生牙周病的问题 哇 对那再来 第四个清洁不完全 这个就是 我们在清洁牙齿的时候呢 主要是要清洁牙齿上面的牙菌斑 把上面的这些细菌给刷干净 当你了解正确的方式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去努力 那这样子做的话就一定会成功 那另外就孕期牙龈出血 不敢刷牙 这是不是只是过渡期啊 在怀孕期间的妇女 会有某变化的关系 所以会特别容易有牙周病的问题 那我现在刚好也是怀孕期间 我快要邂逅了 所以非常可以了解准妈妈的心情 是 那怀孕期间的妇女 通常会很害怕看牙医 因为怕说 看了牙医之后 她会不会要帮我拍光啊 或是要帮我打麻药啊 要开药给我吃啊 然后牙龈出血啊 或是牙齿不舒服 就会忍住 不敢来 对但是在这边呼吁大家 不舒服还是要立刻就医 那我们台湾一般患者 每六个月可以洗牙一次 但是如果是怀孕期间的妇女的话 每三个月 健保局就有几副 就可以洗一次牙 是 对那我自己是有遇过 有非常年轻的妈妈才二十几岁 那怀孕前呢牙齿都超级好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怀孕之后呢 因为疏忽没有清洁干净的关系 马上呢就被拔了一颗牙 好那 还是要定期检查 那我想要请教您一下 那牙周病是不是 这些可能要中一两 一两项就会有牙周病 还是说要怎么样去厘清它呢 牙周病的话呢 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在一开始的时候 初期的牙龈发炎的状况呢 只会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临床上面要定义 这一位患者有牙周病的话 我们会探测每一颗牙齿周围的 牙周囊带的深度 那如果是一般健康的患者 它牙周囊带的深度是 2到3mm左右 那如果说它已经有 罹患牙周病的话 这个深度呢 它就会超过5mm 那就是我们临床上定义的牙周病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像是 牙齿变长或是牙龈萎缩的现象 那我们临床拍X光片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骨头被吸收掉了 骨头越来越少 那在更严重的话呢 就会有咀嚼无力的现象 那特别是我们的后牙 通常牙根会比较多根 那假设它是两个牙根 或三个牙根的话 那牙根会有一个分叉点 那分叉点如果说 它周围的骨头吸收到 这个分叉点都裸露出来的话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 很难清洁到的死角 那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们就会演变成 中度或重度的牙周病 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然后最后就会掉牙是不是 对 它的 在更往后走 它的这个动摇度 就会非常大 那摇起来 不仅会没有力 还会时不时就肿起来 那就得拔掉了是不是 会化膿 然后最后要拔牙 口腔里面的细菌 它会随着血液循环 跑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久而久之呢 就会产生心脏病啊 或是高血压 跑到靠近大脑的地方 那进而呢 去伤害到 这边的神经组织 那慢慢的 就会让大脑退化 那严重的话 就会形成施子症 小布老师分享一下 对 你是不是经过了整理之后 变得现在比较好的牙齿 对不对 对 这之前当然是不是都种了 还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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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种的话太可怕了 对 我只有种前面两项 就是牙龈发炎 跟刷牙流血 那因为我这个 从小牙齿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当我遇到这个 刷牙流血的时候呢 我就会特别的去谨慎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特别的注重我的刷牙 然后刷牙的话呢 我的刷牙时间 我可能就会再长一点点 然后每一个面向尽量刷到 但这边有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当你在选那个 刷牙的那个牙膏的时候呢 由于里面有磨料 你要不要选择太硬的 就像刚刚医师讲的 就是你不能咬太硬的东西 因为它会破坏法郎值 所以牙膏呢 里面的磨料 如果偏硬的话呢 其实也会伤害法郎值 所以不是说你的刷牙时间越久 越大力 其实效果是越好的 那再者呢 这时候我还会搭配 使用一些漱口水 希望会选一些比较天然的啦 没有香精没有香料的 一起去搭配效果会更好 那刚刚牙医师提到这些点呢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朋友 他50岁 那他也因为疫情期间呢 他不敢就医啊 所以导致他前面有牙龈发炎 然后刷牙有流血 都不敢就医 结果到最后慢慢的 他整个牙龈都肿起来 里面都有浓包了 那有人浓包了之后呢 他就想说好痛哦 怎么办 他只好去就医 然后医生就跟他讲 如果你再晚来一步的话 后面的这颗牙齿 你可能就不包了 那他光治疗那个浓包 他治疗两个礼拜 哇 对 所以真的不要轻忽前面的警讯 牙龈发炎 刷牙流血 那个真的就是个警讯了 那请教我们的李医师 那我们如果罹患了牙周病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大问题 牙周病它跟我们全身的健康 是非常的有关联的 那这边列出来的这些疾病呢 都是跟牙周病息息相关的 先讲这个好了 心脏病 为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 它会随着血液循环 跑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当你的牙周它持续地慢性发炎 久了之后呢 它会在血管里面产生一个 发炎的激素 那这个激素就会让血管的 内皮细胞变得不健康 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像是 心脏病或是高血压 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疾病 美国心脏病学会 曾经有研究有证实 在中风的患者身上 有高达八成 血块里面都有萃取出 来自于口腔里面的细菌 对 那再来糖尿病和牙周病 更是息息相关 糖尿病会导致牙周病 牙周病也会导致糖尿病 像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修复的能力比较差 那当他的牙齿周围堆积了牙郡斑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严重的牙周病 那同样的牙周病的患者呢 他的这个血糖调节的能力也会比较差 所以是会互相影响的 那再来胃病和呼吸道感染的话也是 现在都有研究有证实 在胃炎还有胃溃疡的患者当中 他有萃取出口腔里面的细菌 还有呼吸道感染也是 当细菌跑到你的这个呼吸道的时候 同时你的免疫力又比较低下的时候 就会产生肺炎或是肺部的感染 好 那骨松又跟他有关 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 如果说他同时有牙周病 那他牙齿周围齿草骨的 这个地基比较不稳固的话 他牙周病的进展就会比较快速 从稍微的发炎突然间就演变成 就变崩落了是不是 对对对 突然间就变成要拔牙 OK OK 好 那另外 鼻豆炎的话有一种鼻豆炎叫做 齿圆性的鼻豆炎 我们上二的后牙 它是离鼻豆非常靠近的 当你的牙齿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这个细菌它有可能会跑到鼻豆去 就它真的会牵托到上面来就对 对 没错 那所以才会有人他鼻豆炎一直治 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牙齿的问题 原来是牙周人 我觉得对了 OK 对 大家最害怕这个失智了 对 再来最后一个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血管 它像一个大树一样 有主干和脂干 那我们口腔的神经血管的脂干 和大脑的神经血管的脂干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当你嘴巴里面 长期的有慢性发炎的时候 这个细菌它就会跑到靠近大脑的地方 进而去伤害到这边的神经组织 慢慢地就会让大脑退化 严重的话就会形成失智症的问题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牙周病 这些都是有非常多的实验证实的 请教你一下如果我现在有牙周病的话 我要怎么治疗到手术吗 牙周病的治疗有分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一般患者 每六个月的洗牙基本的治疗 那如果在我们临床上已经诊断出来 它有牙周病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牙周病的基础的治疗 那它有分非手术性还有手术性的治疗 非手术性的治疗我们会把 用一个特殊的器械伸到牙根去 把牙根上面的牙结石给刮除 那如果说它的牙周病已经很严重了 那个牙结石非常的深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刮除的话 就必须要做牙周病的手术 所谓牙周病的手术就是要把牙营给翻开 牙营翻开之后呢 我们的牙根就会裸露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牙根上面的牙结石给清创干净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病人的骨头又有一些缺损的现象 我们可以同时合并 还要补骨粉吗 对 补骨头或是补牙肉的动作 那我今天这里有带一个模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从右边到左边是健康的牙齿慢慢的恶化成牙周病 那实际上牙结石它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在牙根周围会有一些黑黑的咖啡色的脏东西 贴附在牙根上 一般患者用自己刷牙的方式是绝对清不掉的 一定要做牙周病治疗才能够清掉 那我们如果说没有把牙肉翻开的话 这个下面的这些牙结石也是清不掉的 对 那牙周病它不是说 只要治疗就一定会恢复 如果是比较初期的牙周病像是前两个 这个透过治疗都会有不错的效果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中度或是重度的牙周病的话 就要看它的骨头的形态 我们再来评估 那治疗完牙周病之后呢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要做维持性的治疗 每三到六个月都要回诊一次 就是我们把牙结石刮干净之后 如果说患者他自己又没有办法 把牙齿刷干净的话 牙周病它还是会再次的复发 甚至会变得更严重 对 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回诊检查 我们刷牙的话会建议要使用背试刷牙法 如果是上额的话呢 牙刷可以斜朝上 贴着牙龈周围这样左右来回刷 那外侧都刷完了之后呢 就换成咬合面 那之后内侧也要刷到 这样刷完一口牙大概要几分钟 十分钟差不多啦 请教你们一下 我们一般应该都会刷牙 其实也用什么 牙线 那为什么还是会有牙周一些问题呢 好的 以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清洁不完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除了前面一些原因我们尽量避免之外呢 再者就是清洁 像这个您刚刚有提到刷牙 我是建议就是睡前还有饭后是一定要刷牙的 那所以我自己是一天至少至少两次刷牙 那如果呢这个没有时间我会用漱口水 那我每一次刷牙时间都都还蛮长的 这还不包含我剃牙的时间 饭后我一定会剃牙 剃完牙之后呢我会刷牙 然后再用牙间刷彻底的每一颗的细缝去做清洁 所以每次我女儿都会说 哇妈妈你刷牙都刷好久 因为我都差不多要十分钟 整个不包含剃牙整个要十分钟 然后我才觉得 我这牙齿呢用舌头去吐起来 哇亮亮的然后很光滑 感觉好像是牙齿洗完澡的感觉 我就觉得哇好舒服 然后又很干净这样 那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我在清洁我自己的牙齿的时候呢 我会慎重的去挑选口腔清洁用品 因为除了正确的刷牙方式之外呢 其实良好的适当的口腔清洁用品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呢像我们在挑选牙膏的时候呢 我会使用泥牙膏 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叫做酪泥 那酪泥呢它来自于 纯净没有污染的高山火山的湖泊区 它是一个非常稀少量很稀少的珍贵的矿土 那它有什么特色呢 它的吸附能力超强的 它可以吸附比它自身重11倍的物质 所以它可以把口腔为生物产生的酵素啦 酸啦甚至是废物一并的吸附给带走 那另外呢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那个磨料 那磨料呢你也不能够选太硬 我们要选适中的避免伤害法郎值 那所以呢使用磷酸二钙 那另外它还有这个牙膏呢不可缺少的就是缝的一个成分 磷酸二钙可以跟里面含缝的单缝磷酸钙相结合 让我们的牙齿再矿化 也就是说它可以预防取齿 那平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量其实不需要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挤出来呢 差不多一颗黄豆的大小就可以了 黄豆 对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我刷完牙之后呢 我还会用洛泥粉我会把它倒在干净的小器皿上面 可以用牙刷啦棉花棒或是手指头 沾了这个洛泥粉之后呢 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牙龄还有牙齿上面 然后缓慢用力的慢慢的按摩 让这个洛泥粉可以渗透进去 让你吸附你刚刚没有刷干净更彻底 然后再者呢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呢 或者是上班你不方便刷牙 吃饱饭后呢我们剃完牙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 如果不方便刷牙可以用漱口水 漱口水呢里面呢就有含这个 奈米银 奈米铭 还有洛泥的萃取物 洛泥又来了 还有76种微量元素等等的 这个呢它是很温和又不刺激的 它跟一般外面传统的漱口水是比较不一样的 外面传统的漱口水呢比较强调是 消毒啦杀菌啦 它比较强调的是口腔菌虫生态的平衡 所以清洁用品对我来说呢不是只有清洁而已 我觉得它最主要是要提升全面口掐牙齿的健康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小树老师现在牙齿看起来是蛮美观的 有保养真的是有差 那李医师告诉可不可以教我们 再来一次大家好好看一下如何正确刷牙 我们刷牙的话会建议要使用背式刷牙法 那我们的牙齿呢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四方形 那每一个面呢都要刷到 那如果是上额的话呢牙刷可以斜朝上 贴着牙龈周围这样左右来回刷 两颗牙齿为单位这样子刷 那外侧都刷完了之后呢 就换成咬合面 那之后内侧也要刷到 那内侧也是要注意要贴着牙龈的周围刷 这个是常常有患者会忽略的部分 那下额的话呢刷毛呢就要稍微斜朝下 让刷毛稍微深入到牙龈一点点 这样才可以把牙刷牙齿周围给刷干净 那在刷的时候也要注意不可以太用力 要轻轻地刷刷多次一点就可以干净了 那牙刷的选择的话也要选择软毛的牙刷 这样才不会伤牙齿 那刷完每一颗牙齿的外侧内侧还有咬合面之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刷 两颗牙齿中间的零接面 零接面的话用牙刷是刷不到的 必须要用牙间刷 牙间刷是不是 牙线或是牙间刷 如果说今天已经有 比较严重的牙周病的患者的话 我们会建议用牙间刷 它的清洁的效率会更大 那如果是一般患者的话 用牙线就可以清洁得很干净 那这样刷完一口牙 大概要几分钟 十分钟差不多啦 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 保护我们的口腔 好 那么今天节目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两位专家 还有谢谢桃佛老师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别忘了可以上我们 乐火so much的粉丝团留言 同时追踪订阅我们的YT频道 今天节目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囉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长庚生计教育训练处讲师林彦素 长庚生计在杨定英博士的代理下 致力推广预防医学 口腔的健康与全身的健康息息相关 平常的口腔清洁保养外 外加定期的口腔清洁 甚至在挑选口腔清洁用品也很重要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三款 长庚生计的口腔清洁用品 真原泥牙膏 还有我们的 酪泥粉 真原漱口水保养配方 这三款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可以维持我们口腔表皮细胞的 黏膜的完整性还有健康哦 先来跟大家分享真原泥牙膏 牙膏里面含有特殊的成分 酪泥 它来自于高山火山湖泊区 纯净没有污染 它是数量非常稀少的珍贵矿土 它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把我们口腔 微生物产生的酸啊酵素 甚至是我们的废物 通通都可以吸附得干干净净的 再者呢 它里面还含有磷酸二钙 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磷酸二钙呢 因为当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牙齿表面的牙菌斑给清掉 那我们又不能够太用力的 不然会伤害法郎值哦 所以我们挑选磷酸二钙 再者呢磷酸二钙可以和我们含佛的 丹佛磷酸钙相结合 而且是可以稳定的结合 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 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再矿化 预防取齿 那平常怎么使用呢 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在我们的牙刷上面 差不多一颗黄豆大小的量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搭配正确的刷牙 就可以把您的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的 那除此之外呢 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我非常推荐的 就是我们的增原洛泥粉 刚刚有提到牙膏里面呢 有特殊的成分洛泥 洛泥呢它的吸附能力非常的好 我们在刷完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倒在一个干净的器皿上面 在这个器皿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牙刷 甚至是我们的棉花棒 或者是手指腕呢 用我们的手指头沾了之后 均匀的涂抹在您的牙茵还有牙齿上面 记得哦要慢慢的有力的去按摩它 按摩完之后 不要急着马上把它吐掉 我们可以呢 让它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点 让它的吸附效果会更好 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都忘记它的存在了 我都去睡觉了 隔天早上起来呢 你就会发现哇 你的口腔呢特别的干净 因为它都把你一整夜的牙菌斑啊 微生物通通都给吸附光了 那再者呢 平常如果你没有时间刷牙怎么办呢 这边再跟大家分享 增原漱口水保养配方 这个保养配方呢 它里面还有奈米银 奈米镁 酪泥的萃取物 76种微量元素等等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成分呢 因为呢它有别于传统的漱口水 强调的是消毒啦 杀菌啦 我们强调的是维持口腔 菌虫生态的完整性 它的平衡度 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温和有效的配方 设计之下 我们可以让我们口腔的清洁 大大的提升 还可以维持口腔菌虫生态的平衡 透过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三款长根生技的口腔清洁用品 希望大家都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口腔 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自信的开口说话 甚至是露齿微笑哦 谢谢大家